我現在是很認真的考慮 怎麼樣去告這些 我認為他是這個恐嚇 犯了恐嚇罪的這些人 比方國大一半這些發言人 或者其他人 你怎麼可以與法無懼 就來恐嚇別人 要威脅別人的生命財產自由 這是完全在現在國際法上 或人權法上不能忍受的一個罪行 所以我現在要準備在研究 看在台灣開始告 或者到國際上什麼樣的法庭去告 就讓那個 告國台辦發言人 我還要研究看要告誰 還有其他的對象 對 恐怕應該告習近平 他是根本就是整個共產黨 你是犯了反人類罪 反文明罪 我不是什麼台獨分子 台獨這個名稱 根本就是共產黨搞出來 給人家亂戴帽子了 我今天要生產你共產黨 你的罪惡 你的非法 你種種侵害人權的行為 我要去告你 很多台灣朋友打電話恭喜我 對 我看到 說你得了一枚訓張 對 因為這種東西 你知道它本身政權是非法的 它這個法律它也是一個非法的 它純粹就是這個流氓恫恨你 那麼你沒什麼好緊張的 而且我現在是很認真的考慮 怎麼樣去告這些我認為它是這個 這個恐嚇 犯了恐嚇罪的這些人 比方國大一半這些發言人或者其他人 你怎麼可以與法無懼就來恐嚇別人 要威脅別人的生命財產自由 這是完全在現在國際法上或人權法上不能忍受的一個罪行 所以我現在要準備再研究 看在台灣開始告 或者到國際上什麼樣的法庭去告 告國台辦發言人 我還要研究看要告誰 還有其他的對象 對 恐怕應該告習近平 但是根本就是整個共產黨你違反這個 你是犯了反人類罪 反文明罪 這些人這些現在好像大家為了做生意啊 沒有人追究這個中國共產黨 對中國人所做的滔天的各種罪惡 是吧 我們都知道這個 在共產黨1949年以後 各種胡整亂整 整死了大概八千萬到一億個中國人 這比這個冤屈這個罪惡端 沒有人很認真地聲討他們 所以我覺得這個應該有人做這個事情 我不是什麼台獨份子 台獨這個名稱呢 根本就是共產黨搞出來這個給它亂戴帽子了 按照聯合國人權公約 按照我們這個兩公約 就是政治權利與公民權利的國際公約 還有經濟社會文化國際公約 這個聯合國人權宣言加兩公約 這個你中國就處處在違反 這很無恥 你是聯合國的常務理事國 你還是這個兩公約簽約國 你完全的不執行 完全不尊重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讓人厭反 一個討厭的一個違法的政權 所以我不讀台獨 我今天要深喊你共產黨 你的這個罪惡 你的非法 你種種這個侵害人權的行為 我由你夠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